优优独播剧场 大宋阁下 传道军到了 景川阁下 传道一郎奉命来到 传道军 景尚先生在时 景尚公馆在上海那是 没名显赫 为了帝国的事业 做出了不少的业绩 现在由你来负责 我希望你 重振景尚公馆的威名 景川阁下 景尚军走后 军部和领事馆 对我们的支持大不如前 婴儿才会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上海的行事 错综复杂 外界都称之为孤岛 由于顾忌 与西方各国的关系 我们宪兵队 在租界内的行动受限 但是你们 可以自由地活动 我会知会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对你们的行动全力支持 另外 失掉军的宪兵队 也会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是 只要川岛军需要 我们宪兵队全力以赴 所以 川岛军尽可以放开手脚 磕大景尚公馆的影响力 要让那些中国人知道 租界 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乐土 只有跟我们合作 才能有真正的公容 我必将全力以赴 绝不辜负您的信任 来 里边请客官 来 夏儿 两杯茶水 好嘞 稍等片刻 请坐 进 两位请慢用啊 好好好 有事再叫您 好嘞 这次我找您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咱们这么见面 容易引起别人疑心 我觉得应该找一个 比较信得过的人 负责咱们之间的联络 有道理 这个人既要可靠 还要跟你我两个人 要特别的熟悉 不过 恐怕是太难找了 说的也是 不过以后我们见面 要更加小心才是 嗯 好 大早好啊 赵爷 阿坤 你来了 阿娘 啊 手里面端的什么呀 这是撞圆斗 小夏他受伤了 我给他做了点儿 小夏受伤了 他今天跟彩儿回来的路上 出车祸了 哦 阿爸在等你呢 你快去吧 好嘞 嗯 昆儿 你母亲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 他还说啊 过几天过来看你 昆儿 是来看彩儿的吧 你看看 我这老拉着你说话 他就在房间里呢 你去看他吧 我直接去他屋 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要不是日本人来了 你俩早成亲了 那那 唐伯伯我过去了 去吧去吧 大嫂 阿爸 小夏他醒了 这会儿啊 精神倒还不错 不像以前那样 谁都不认识 坤哥你一直老看着我干嘛呀 今天在城隍庙 到底发生了什么 城隍庙 我不知道 你跟我都不肯说实话吗 为什么你的手提箱 会在县城的附近被找到 当时日本人正在搜查 我情急之下 我就扔在那儿了呀 那那些传单呢 传单总是你的吧 我 我 我 彩儿啊 你知不知道 那两个被杀的日本兵 当时就是在搜捕散发这些传单的学生 你这么做很危险的 行了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你今天在现场 有没有看到 杀那两个日本兵的那个人的样子 没有 我当时夏都吓死了 直接就跑了 小夏跟你在一起吧 他 他是跟我在一起啊 那个人呆头呆脑的 嗯 嗯 嗯 娘我也要学 小夏 你没事吧 怎么伤这么严重啊 你是 我是张坤哪 张坤 小夏 你今天跟彩儿在城隍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 城隍庙 好了 你也别想了 好好养伤吧 哎 坤哥 小夏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这个人脑子不清楚 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既然不能信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我 我就是怕你相信他了 把他当成凶手 看来小夏精神真的有问题 对以前发生的事情 全都不记得了 嗯 嗯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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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看他 你 哪 2 3 2 4 4 10 20 15 20 20 谢谢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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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扰我 别打扰我 报告大嫂 这些都是抗日嫌疑分子 走 走 很好 怎么动画 全部带回去 严调室闻 走 走 快走 闭嘴 闭嘴 赶紧走 我 我什么都没干呢 快点 走 大宋阁下 大宋阁下 询问有结果了吗 这些人都顽固得很 不肯说实话 丁处长 这些人 真的如你所说是抗日分子吗 这个 是 西巨神 是 是 大宋阁下 这真金处我办事不力 你应该严格地处罚他们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在敷衍我 可是特高克那边也没有站过 没有处罚他们的理由 师道 要统治上海 我们需要这些人 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的人 一味的责罚 会让他们离我们而去的 坤哥 黄教授的事情摆明了 就是景尚公馆那几个浪人干的 明目张胆的行雄 这也太猖狂了 阿雅 他不得到 他想要继续 人家 他不得到 再来 他不得到 不得到 我 不得到 我 他不得到 他不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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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以为我是来办案的 关心我 你那些细节问得多详细啊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不是办案是什么 好好好 我错了好不好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了 金单报纸你看了吗 那些日本人 滥杀无辜 实在是太可恶了 彩儿 要我说 你还是出国好了 以你这个性格 在这儿也不能安分 迟早会闹出什么事来 我才不要呢 张坤 你怎么还不进来呀 大嫂 我马上进去 我进去了 听话 阿爸 阿坤来了 老伯伯 我说你平时 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忙 还有空过来 来 您坐 我这次来 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跟彩儿的事 阿坤 你这着急跟彩儿结婚 也不能自己亲自上门不是 姐夫你瞎说什么呀 谁要结婚呢 小妮子 还害羞啊 姐 你也跟着起婚 到底让你赶紧上班去 快去 上班去 你这丫头 这才几点钟 你倒跟个监工似的 追击我来了 好好好 行了 阿坤 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是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想让彩儿出国留学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谁要出国留学 我说啊 怎么突然想到 让彩儿出国了呢 我出不出国 是我自己的事 谁要你管 唐伯伯 我跟英国领事馆 那边有点关系 如果我去求他们帮忙的话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要跟他们关系好 你自己出去啊 我才不去 你之前不是一直 想出国留学吗 那是以前 现在我只想留在上海 留在我阿爸身边 让彩儿出国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可是她孤身一人哪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如果彩儿出去了 我会想办法 尽快出去陪她的 你也出去 那就没问题了 阿爸 我 我真的不想去啊 你急什么 这不是在商量吗 还不一定让你出去呢 唐伯伯 这件事情你们商量一下 我宣布防汉有事 我先回去了 好 好 我送你 阿坤 阿爸 那我也去上班了 好 好 阿爸 那我也走了 走 彩儿 你等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来 阿坤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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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我不要出国留学 刚才阎宝告诉我 昨天日本人又连夜 抓了十个人 租界的黄教授 当街被人打死 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乱了 我担心租界也不安全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让你出国去避一避 要不然呢 以你的性格 早晚得惹出事来 阿爸都救不了你 阿爸 如果您一定坚持 要让我出国留学 我也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宁愿去重庆 去延安 去参加抗日的队伍去 我就担心你有这种想法 阿爸 国难当头 人人都应该担起抗日救亡的责任 您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 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阿爸是考虑到当前的形势 才做这个决定的 我这是为你好 阿爸您要是觉得当前形势不好 咱们可以变卖了家业 全家人一起到国外去啊 鸿木城是咱们祖上留下的产业 我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那上海还是生我养武的地方呢 我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呢 老爷 那个小夏哥哥他出事了 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小夏 小夏怎么了 您啊跟我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说说啊 这算什么事啊 我在这磨得好好的 他怕为了把我延起来 他坐这儿了 这事啊 你呀 你还别发牢骚 对啊 你看他愣头愣脑 磨刀这活真不错 你看那手 那个着力点 轻重缓急恰到好处 这是个行家 这活啊 比你我都强 不是 那 这可是个戏啊 他把我们的刁刀都抢了 那我们 我们拿什么干活啊 不干活 那你说让我们 让我们干什么去 你看这刀过的 就是啊 这是什么 这 你拿我这 阿宝 怎么回事 你看一下这个 小夏的磨刀技术 绝对是上乘手吧 这人不可冒想 是 是 这不真是 从这 是太大了 看来他过去的经历 和刀有关啊 一定是的 要不他能对刀 这么有感觉 我去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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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爷 刘爷请您到码头去一趟 拿着 这小鸡事啊 你说 怎么就听少爷的安排 媳妇 是 这媳妇 你 唐子光那边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您之前不是吩咐过 说不让我再找唐爷 和他家人的麻烦 所以我就没派人盯着他们 你真是个死脑筋哪你 我让你不找他们家的麻烦 你就不盯着他们了 爷您教训的是 是我糊涂 是我糊涂 你记住了 好好盯着唐祖光那边 看看他有什么举动 明白 最近码头这边 还太平衡 您放心 这边有咱们的弟兄守着 巡捕房那边有张坤照页着 不会说岔子 再这说 上次大哥您对 徒怀志是恩威并济 现在啊 他消停得很 那你派人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大哥 那边来消息 说让咱们帮忙 向外运一批药品 大哥 这事咱们得帮 他们在浴血奋战 我们就是出点力气 您平时暗地里 不是也对那些日本人 恨得咬牙切齿吗 不用你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这种忙可以帮 但是一定要做得隐秘 山出乱世 万事都要自信 尤其要防着那帮日本人 您放心吧 我会谨慎从事的 干这些事的兄弟们 是我 认真仔细选查过的 都是跟随您多年的好兄弟 不会有事的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你对救汉卿那个孩子怎么看 他拼死救了汉卿 我们当然很感激 不过他的身份来历不明 看他的言行举止吧 又不像是一般人 我又却猜测不透 这孩子 样样都好 就是闹得神志不清 可惜啊 坤哥 坤哥 大哥 你想什么呢 想那么入神 我进门你没看见 还不是为了彩儿的事 我想让他出国去念书 可是他怎么都不肯 要我说 您和唐家二小姐这事吧 您是一门心思喜欢彩儿 可我看他 也就是把你当哥哥看的 您俩有点像那个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的意思 文蛋 你小学没毕业的 你跟我在这儿咬文嚼字是吧 什么事 这是城隍妙凶杀案的 现场详细记录 您看一下 落花有意 你流水无情 都跟哪儿学的你 据当时的居民说 看见有一男一女 两个人匆匆逃走 但是 当时太过惊慌 没看清楚人的长相 一男一女 我不是 小夏 这么晚去哪儿啊 小夏 小夏 你 你 坤哥 你干嘛呀 坤哥你干什么呀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怕小夏这么晚一个人出去 有点担心她的安全 所以就 你也不用下手这么重吧 你是探长 你武功多好啊 你把她烧着怎么办 彩儿 也许阿坤有别的原因哪 你赶紧扶小夏回去吧 你没事吧 阿坤你别理他 阿坝正在客厅呢 你要不要跟他去聊一聊 请 阿坝 汤伯伯 小夏 小夏怎么了 汤伯伯 小夏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反常的举动 他把老毛病又犯了 最近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 那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遇见 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小夏命运多舛 是个可怜的人 阿坤 财儿出国的事你可以办了 需要什么花费 你尽管找我 他同意了 他倒是不愿意走 但是这件事情呢 由不得他任性 这事我说了算 我知道了 我会抓紧时间去办的 我去吧 租据的地形你又不熟 你到处乱走 会走丢的 我只是想出去吐口气 你下次再想出去的话 就找我 我带你出去 谢谢 行 帮你好好休息 坤哥 刚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态度不好 我有事情想跟你聊聊 要不 我们出去走走 好啊 坤哥 你找去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啊 财儿 那两个日本士兵 是不是小夏动手杀掉他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他那个人脑子 根本就不清楚 你不要总拿这个借口 来敷衍我 我能这么问你 是出于安全考虑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那他一定是为了救你 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呢 现在的问题是 有人看到你们两个 在现场 这事如果让日本人怀疑上 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真的不是我们做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就是去发传单 结果呢 日本人来了 我所有东西都扔了 小夏一直跟我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事情呢 如果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如果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我会马上安排他离开上海 这样就算日本人有什么怀疑 没有人对争 他们也不能做什么 财儿 我这么做真的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难道连我也信不过吗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证据 你是在炸我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要是有证据早就拿出来了 还在这儿跟我浪这么多干嘛 从小到大 我上了你多少回当啊 我还不了解你 看来还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不过你也真是的 你怎么就总是怀疑别人呢 是不是当探长当久了 有职业病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 但如果真的确定不是他的话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不是 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财儿 最近日本人查得特别严 你自己小心点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 跟我阿爸似的 走啦 现在上海的工厂 商行等 大多集中在租界以待 这其中又以英租界和法租界最为繁荣 大宗阁下 现在全国的轻工业产品 大多数是从上海口岸输出的 丁处长 上海租界的形势我比你清楚 我需要你告诉我的事 在这些中顾商人中 除了顾欣以外 谁还有资格 担当商会会长一职 大宗阁下 不是已经决定 让顾欣当商会的会长了吗 顾欣 瞻前顾后 他虽然答应了主任商会会长 却迟迟拖着不肯上任 不能让他以为 只有他是我们唯一的人选 也让他知道 谁当选商会会长的权利 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明白了 要说起威望和帮会势力的话 现在租界里边 童怀志算是一号人物 他主要经营赌场和百拉门舞厅 不过做正经生意的商人 基本上都是跟唐祖光交好 他经营的红木家具厂 享誉全国 而且跟英法领事交好 租界内码头的生意 都归他经营 租界内码头的生意 都归他经营赌场和百拉门 他经营赌场和百拉门 都归他经营赌场和百拉门 还是不肯停下来 我就只好去把周边邻居家的刀 都收起来了 这小夏磨刀还磨上瘾了 不过我之前听他说过 他只有在磨刀的时候 心情才能平复下来 就与他去吧 阿牛 你去看这点小夏 他那边有什么情况的话 就马上过来告诉我们 我知道了 这得磨多少刀啊 小夏磨哥哥 我又给你拿了些刀过来 好好煞 hung 善 大佐 洁 走 酒 大哥 什么事 荆野先生过来了 他又不是第一次来咱们家里了 汉清接待一下就行了 大哥 他是带着 宪兵司令部的军官过来的 请 宪兵司令部的 来咱们家干什么 走 请 阿爸 哈哈 京也先生 多日不见 京也夫人 唐先生您好 唐老爷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的景川大总 他是特意来府上拜访你的 景川郡 这位是上海 唐氏红木家具商行的老板 唐祖光 唐老先生 久闻大名 您好 景川先生 初次见面 有失远迎 老板 景川大佐这次来 就是想看一下我们家的工坊 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红木家具 王爷 王爷 你看 你 那个日本军官 是什么任务啊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老鱼陪着一起过来 估计身份不低吧 姐夫她是市政秘书 那么大个日本军官 她肯定得拍拍马屁呀 彩儿 不准你这么说阎宝 阎宝是在市政府工作 这是上面安排下来的 她也没办法呀 这几个人既不走也不说话 不过是出什么事了吧 阿爸 锦川大佐 远道而来 怎么说也是客吗 他只是想参观一下咱们家的工坊 您不会不答应吗 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的话 我会改日再来 倒没有什么不方便 真是怕让各位失望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请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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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左 您看 这是一整块红木做的 您看这个 这个屏风 嘿嘿嘿 谭老爷 这些红木家具 还称不上是 谭氏红木的上乘之作物 上场家具 都毁于上次的战火中了 真是作孽呀 喂 你说什么 是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 谭老爷 听说汉青的手艺清楚于蓝 他做的家具 各国领事都争相购买 可否带我们去看一下 汉青的作品 是吗 那 能不能让我们欣赏一下 谭公子的大作 汉青的工作室就在前面 各位 请跟我来 来 走 大哥 有外人在 先忍一下 一会儿再收拾他 大哥 你们先出去吧 请 这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锦川大作 特意过来看你做的红木家具的 大作先生 这位是我内人的哥哥 唐汉青 汉青先生 你好 你好 汉青先生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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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久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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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雕刻所谓的精髓 就在这件家具上得到真正的体现 这绝对是传师之作 没想到景川先生对中国家具的鉴赏 如此深厚 我和景川阁下在日本就已相识 他那时候就对中国的明清家具 非常着迷 关于真国家具的学问 我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 在唐老爷这样的大家面前 我不敢搬门弄斧 《月如刺畅》 《月如刺畅》 又何妨大悟迷茫 时辰时魂 压抑的余望 仪式的浓堂 俘身幻想 泪流到春边 雪的伪装 我不曾用心 感受阳光 就不会遗憾 黑暗的凄凉 我的孩子 难免彷徨 命运在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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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一个傻子 极方闪亮 她不曾缠绊 世间的肮脏 任年华老去 不需感伤 岁月在吟唱 你是阳光 倒影映出火光 战断沉重 此旅行的希望 夜空白独立像 那个绅士 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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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可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